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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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M那么长,我给大家选择,为什么会选择 这个摺有盒子,刚才就这样对摺 开四份,然后在第四份这个位置 先摺,然后剪掉 没错了,我现在只需要三份份 第一份,第二份,第三份,还有这里一半 因为待会摺进去这个位置 就是这里,在这里,摺进去的 所以我要半份在这里 好了,这里呢,这里有很多条痕 我先说一下如何摺 要摺到这些痕,这些痕会帮助 你去摺这个痕 在这里,第一份这个位置 轻轻 这里摺一半 我先做一条痕 我先做一条痕 这样你就回来 摺第一份 把这一点拉到这条线上 用这一点,这样按住来拉 到这里 我现在在这个位置画了一点给大家看 大家看到 这个会是一个椅 这个会是一个椅边三部 现在摺到第一点了 摺到这一点之后 沿着这里 在这里,摺到一条黄线 跟着这一点就是摺 就是这样 这样 之后呢 这一条呢 这一辣也是 摺到这个位置的 而这些就是核心 核心的话,你要摺到三摺 核心的话,你需要三分 这两摺是盒身高度,这就是里面的少许 如果想准备一点,就要量度 我就量度不准化,这里是5cm 多少? 我量度了3.5cm 对,我想要3.5cm 那我这里就量度了 如果你不想,不要紧,你觉得没所谓的 就这样摺一摺,反过来,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盒身的高度 然后呢,反过来 在这里呢,刚才你已经是摺了一条线了 是找一个等边三角形的位置 那现在呢,这样摺 摺这里,这里是一份 那现在要留多些痕 在这里,拉过来 这里是一半 拉过来,这样摺 这样摺 在中间这里,一半这条线 和这里的一点 拉过来,这样摺 那这个也是等边三角形的 好了,留了之后呢,这一点就拉上来这个位置 这样摺 这样摺 那你会看到呢,这条线拉下来呢 就会变成了在第三份的中间 那等一会儿摺也是有用的 好了,摺完这份了 就像刚才那样摺 那样摺 又是这样,这里中间位置 和这一点摺上去 然后摺上来 然后再摺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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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现在摺完的痕 再打开就会这样了 现在准备放一个盒子 这里是三分半的位置 接上来 然后在这里反向 然后接上去 你刚才已经摺的盒子 所以是由这一点摺上去 反向后面 就是这样摺上去 中间这一条 摺上去这里 再反向它 最后就是这样摺 就是这样摺 接完之后就变成这样 这样摺上去 这样摺上去 这里是准备的盒子 里面的三角 这里是那半份 这半份要摺上去 这个位置 你会连在下面这样摺上去 你看到有白位 你不想要白位 在下面摺上去 你会看到底 就是这样摺上去 然后摺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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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看到 那边摺上去 那边摺上去 这个六边摺上去 你看看 就已经 形成了一个 颜身 在这里 而这里 这样摺上去 然后摺上去 就可以摺上去 这些摺上去 接下来 也要摺上去 Tallкое 链屜 而且 这就是 这些练乱 就是 这些练乱 不是 这些练乱 大本身 就是 这些练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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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rom 就是 那些练乱 就是 这些练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